掌声有请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园长许家路先生有请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许家路先生为我们推荐获奖嘉宾有请 我在这里郑重的向中华之光推荐国学大师 香港大学荣修教授即将九十八周岁的寿星 饶宗怡先生 我之所以推荐饶先生 是因为他对于境外学术及其与中华文化之关系的研究 也颇有建树 多发前任之所未发 他亦如传统文士 对中华传统书画 无所不好 无所不经 琴 书 画 都是直卸心生的艺术 读其画 赏其字 或灵其音 即可想见其人 其学 今日 堪称通如者 饶宝宝宴 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现了这样的伟大学者 证明了伟大的中华文化 生生不息 后出转经的旺盛不洁的生命力 形象的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诸代积累不断提升的现实的力政 同时也预示着人们所一直期盼和预言的中华文化复兴的热潮即将到来 饶宝宝正是中华之光中可以昭示今世与后人的一支永不熄灭的热光 谢谢 谢谢许家路先生的推荐词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为大家播放的就是获奖人饶宗宜先生的介绍短片 请看大屏幕 1957年伦敦公开出售敦煌写本六千余件微缩胶卷 当时有人花费重金购买了这套胶卷 开始了敦煌学的一系列学术研究 影响长达半个世纪 它就是国际敦煌学研究领域的东方开拓者 国学大师饶宗宜 处处引起我的兴趣 这兴趣不能罢免 欲罢不能 饶宗宜97岁出生于广东潮州 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 文学家 考古学家 书画家 是集学术 艺术与艺深的国学大师 在学术界素有南饶北济之城 他通晓六国语言 研究领域涉及上古史 甲骨学 经学 宗教学等十三大门类 著作六十余部 论文四百多篇 著述三千万余言 很多学者敬佩他 称他为饶宫 饶宗宜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面对各种赞誉 他却说 一直一洗 一直一聚 洗着就着 有人家 碰我 聚着怕我 这个时间也有应付很多 饶宗宜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 父亲饶厄 也是当时有名的学者 家中藏书的天孝楼 收藏了古今书籍十万余卷 考入中学后不久 饶宗宜却突然决定退学 原因是他认为学校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 便回到家中的天孝楼自学 从此开始了他八十年漫长的学术研究道路 有现在的社会 作为制度是有制造模型的社会 因为我没有受过这模型的限制 我制造我自己的模型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饶宗宜就意识到 中华传统文化 对于当今世界文明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于是他又开始了新一轮全球的游历讲学 开创性地提出了东学西建的理念 呼吁开启中华文化复兴的世界性进场 中国文化全部到世界去 是应该的 应该这是中国人的责任 由于饶宗宜在众多学术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 他先后获得亚洲首位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 法国文化部颁授的文化艺术勋章 香港大紫金勋章等输入 海内外同行评价饶宗宜是汉学界公认的权威 当今汉学界导付线路的学者 学界凯模旷世奇才 2011年7月17日 国际天文联盟正中宣布 将一颗编号10017的小行星 命名为饶宗宜星 饶宗宜这位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名字 进入了宇宙星空 从此与日月交相辉映 下面由我来向各位宣读中华之光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 苏委会为饶宗宜写下的颁奖词 且树且作一名一胜 年近百岁一颗铜心 万古不磨中流自在 夜经六学才辈久能 人为东周鸿儒 港岛有军方可谓东方明珠 他拓展了人类文明的眼睛 从精威到宏大 大家都知道饶宫已经97岁高龄 行动不便 今天没有能够来到现场 但是他录制了一段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就很多谢 人家给我这个 这个酱 这个酱实际上 是所有的人的光荣 不是我一个人 我又多谢 所有的中国人都一样 都有一种光荣 谢谢 说得太好了 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 都是一种光荣 我们看得出来 虽然97岁高龄了 但是依然精神绝朔 虽然饶宫今天不能够亲自来到我们的现场 但是他表示非常高兴能够接受今天这样一个奖项 所以他也专程委托他的女儿 代替自己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接受这个奖项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掌受有请 饶清芬女士 有请 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蔡武先生 为饶宗仪颁发中华之光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 看来有很多的话想带给饶宫是吗 蔡部长您好 现在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 其实有着许许多多像饶宫一样非常杰出的华人代表 所以您作为文化部的部长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份贡献和传播的效果 作为文化部的文化部队 我最希望的是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 这种文化自信来源于我们有五千年历史的光辉灿烂的中国文明 但是这个文明如果是只在身归无人事 那么它发挥不了这么大的影响力 那么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 像饶宗仪先生这样的高举着中华文化之光的学人 专家 艺术家 文化人 他们把中华文化介绍给世界 撒不到世界 引起世界对中华文化的这种关注 这种理解 这种喜爱 甚至这种崇敬 因此我们身为中国人 我们要感谢像饶宗仪先生这样的高举中华文化之光的这些学人 祝饶先生健康长寿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人 不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 都能够发扬光大 我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让世界更多的认识中国 让中国更多的认识世界 让我们运中华文化之光 驻造我们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政策道路 谢谢大家 是的 是民族的 更是世界的 传承中华文化 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谢谢您 在这儿也要问一下饶女士 饶宫马上就98周岁了 看着那个精神绝朔 身体还是相当的不错 她现在都在忙些什么 她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她最大的幸运还是可以继续的 把中国的文化发扬光大 新的一年马上就来了 她在这里也吩咐我 跟大家祝贺 新的一年大家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谢谢大家 也请您把我们的祝福带给饶宫 谢谢 她因为不能来 所以她就提了中华之光 来 我们展示一下 中华之光 感谢姚公 那在这里呢 祝愿您健康长寿 再次恭喜您贺奖 谢谢